今天韓國人要住新疆的地方也是個民宿 超級美的 看這周邊 全都是極差營啊 真的很可怕啊 這還是一個酒吧耶 天啊 在一個村子裡竟然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我今天住一個標間啊 馬上幫大家開箱一下 你看一進來 基本的毛巾 拖鞋 還有電視 非常OK 還有兩張單人床 最重要你看 還有這種椅子 所以我待會可以坐在這裡用電腦 很好耶 整個風格齁 這種童話故事的感覺 重點 廁所有沒有門 有門 衛浴 有沒有燈 看一下有沒有燈 整個衛浴也OK 是一個乾式分離 馬桶 洗手台 這間我喜歡耶 我們今天來到外面都是雪的地方 沒有想到 我以為會住在很慘 或者是被送到極差營齁 結果怎麼沒把我送到極差營 我今天一直講錯話耶 怎麼辦 然後你看真的 我們門口全部都是吸雪 真的很美 還蠻喜歡 你看 它對面這還是用綠色的風格 它就是在一個巷弄裡面 這個巷弄也都是這種民宿啊 環境不錯 這很深耶 這裡雪會下到多深啊 這今天剛下的超小雪 這個應該算還好吧 這叫小雪 這叫小雪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街道 這街道非常通話故事 聽我的聲音都在發抖了 這真的還蠻冷的 哇 這完全木炭的耶 天啊 這個真的就本地洋嘛 這鋼仔的耶 這該不會是從內蒙古寄過來 鋼仔喔 像我鋼仔的耶 他都吃出來了 好好吃 怎麼那麼嫩啊 因為鋼仔的呀 鋼仔就是會嫩就對了 它就宣布辣麻 它都沒有流失啊 也沒有凍過 所以我們平常吃到 有一種纖維硬硬的 那個就是已經有一陣子 凍過的 喔 凍過了 這叫溫底洋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叫狙烈 狙烈是什麼意思 一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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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區域 它就是羊有 毛是白 那種很白毛的那種 區域羊叫走地羊 它是從山上往下 他們在山裡面長 他們在山裡面長 吃起來 然後一直在跑 他們在哪個區域啊 在天山山脈裡面 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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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 對 天池那裡 天池那裡 哎唷 耶 各位 今天韓國人 終於吃到我們新疆狗羊肉 哇 太好吃了 聽說這個是今天剛載的羊肉 我還沒有吃過這種 這麼新鮮的羊 我們一般吃的都是已經經過運輸 經過冷凍 所以吃起來有時候會 纖維感很重 就是比較硬一點 但是這個羊肉好甜 很嫩 超餃子 你知道 要看什麼食物好吃 其實看這一幕你就知道 看著它你就知道很好吃了 它一直在等 這狗狗一直在看著我的羊 你看 好吃嗎 想吃嗎 然後啊 它整個的Size 那個光澤 真的有差耶各位朋友 我不是在開玩笑 像台灣也有新疆烤羊肉蒜 但是真的偏小 跟這個整個是肉塊有點不太一樣 哇 哇 然後你看 好juicy齁 來各位 先請粉絲們吃 好好吃喔 欸我沒有開玩笑 新疆的羊肉完全不散 而且不會有那種 有些人是害怕羊肉味 我跟你們講是完全不怕 而且好嫩 爆汁 嗯 嗯 完全OK 完全 迅速的炫完 大陸講炫嘛 對不對 各位你看 新疆的生活太慘了 又吃羊肉 然後晚上又只能吃這個麵 唉 傷腦筋啊 欸這裡體驗這裡產學原版的生活 我真的體驗到了 我真的體驗到了 羊肉還吃不到 喔還有一個囊 唉唷天啊 怎麼辦啊 外媒 外媒再繼續寫啊 外媒再繼續寫 喔這個是拿來幹嘛的喔 這是拿來打人 喔原來 我知道 法國的巴格是可以拿來打 打搶肺嗎 這可能是 必要時候當那個背盤 對 就是不聽話就給你們拿下去 你們知道齁 幫大家揭露新疆的生活 喔好慘 哇各位來 這就是最正宗 一口腦 一口 羊肉 這就是在新疆的悲慘生活 大家見證到 好來各位 這邊要拍 我弄一個給韓國人 就這樣吧 來吧 好來來來 就是像是這樣 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 直播配餅子 是新疆這邊要配的 是嗎 他哪有就直播人 好然後這個時候你要這樣 你要一串兩串的歌 我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好就這樣 唉唷哇 這動作蠻像 你說什麼 老師你是不是忘了拍我的臉 我本來就男朋友 耶 哇 請吃 那個怎麼叫 呃 馬的哈 他媽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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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各位 這個就是最早的這個披薩嗎 馬可波羅是不是 他的皮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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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洋蔥味的 洋蔥味的齁 來各位 唉唷 來來分串分串 士林包的齁 老師你先拿我 試試看喔 最正宗 在新疆要吃 囊包羊肉 我先來小吃吃看加餅 那我幫你加 你建議我 那我麻煩你再一次 我來幫他弄 好香喔 謝謝你 這塊 下面這隻狗一直在看我啦 我壓力好大 他不會偷吃的 他這個囊齁 真的現烤的有差 因為我平常我去吃的囊 已經都是冷掉了 他硬硬的 他這個囊軟軟的 外酥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的油光 謝謝 謝謝 喝酒把它吃掉喔 你們要不要我一起吃 好 各位早安 不用懷疑 就是我們 早上啊 民宿的樣子 你看看 哇 多麼夢幻 整個都是雪路啊 昨晚感覺應該也是有下一點雪喔 太漂亮了 冬天來啊 可能跟夏天來 景象啊 真的是截然不同 哇 非常的安靜 耶 各位 在新疆被奴役的第二晚啊 呵呵呵 唉 真的被奴役的 吃的好睡的好啊 啊 雖然昨天有點晚睡 有點捨不得睡啊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外面非常的舒服 雖然很冷 但是它 也不是那種不舒服的冷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民宿的早上 全都是雪啦 我根本可以堆雪人啦 而且這個很可愛 這好像 他們有時候會在這燒火之類 這整個民宿的外觀 真的是非常漂亮 這樣很棒耶 連這麼遙遠的新疆 都有這樣的地方 到時大家有機會來玩一玩 然後今天天氣啊 超級好 這就是我們昨天的民宿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酒吧 喔 新疆人也非常懂生活 超級舒服 環境真的 巨美 各位 非常的美 你看 呵呵 都是白色的 確實有點淒涼啊 硬要黑的話 陰間濾鏡尚起手 哈哈 哈哈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